这边倒是聚了好些个农民工 不知道这是个路边人力市场 都在这等装修的活的 这种东西就是你平时不关心它的时候 可能感觉哪都好像有点啥 你这沾尿是冷替的 突然要修点啥 想不起来哪有这修的东西 对面新开了一个绿豆饼的点瓶铺 好像要开门了 原来是一个小小旅店 坏了以后倒闭了以后 又是换了一个小旅店 我改了个名字了 换了个老板的 这边也有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 我一上去附近有个坐边摊是修东西 我外婆非老让我找那路边 路边这种 我觉得这种不靠谱 就是什么从厕所从下水这些的都不是 他跟我说这边这个报刊挺有的 但是他可能是记错的 你看这个写的都是什么通厕所的 不是燃气灶 什么家政是什么的 他也不修燃气 这下糟了 那儿有一个五金店 但是五金店和修燃气灶有关系吗 他会不会只是卖零件不修的 我可以看拥有的 这下路上一边 自己火力灶 就是这个写子 所以我可以做好 就是这个写子 所以我也有一个 说明的